大家好,我是舒哥 我现在在奔布市的淮远县 前面是淮远汽车站 从淮远汽车站往北 就是淮远的过河一桥 我旁边的这座山叫飞山 它在淮远过河一桥的桥南头 这个飞山的对面前都是地点的民房 现在走一顶开花之高楼大厦了 到嘉靖年间的淮远县自记载 飞山在县自西,下看锅河 即金山之脉也,心内归不明 我们看到这山体上刻了两个字 飞山,飞山形同硕大的老乌龟 它背靠金山骆驼岭 山下是锅河,锅河的锅也念漩涡的锅 我们看到这前面有一只大乌龟 相传呢,龟山下的锅河曾有只大龟 大龟百岁之前,一只眼睛被渔人的尖叉倒下 一只龟爪又被渔民的快刀砍断 大龟带伤逃走,发誓报仇 千年之后呢,修炼曾经的大龟返回龟山 每当船只经过,它便兴起恶焚,卷起大浪 所以呢,明年曾有跑马行船三分命 龟山行船一半分之多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 但过河在流进龟山之前 突然渔北转南,绕了个S型的大弯 向东直奔怀岩的龟山 所以呢,也造成了这段过河的凶险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只大乌龟 这只大乌龟,还挺逼真的 用大眼睛在瞪着我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看看过河一桥 这前面就是过河一桥了 现在的过河一桥呢,不允许载动车辆通行 所以装的有限高来 大桥的两面竖了两头石狮子 旁边呢,有这个大桥的简介 我们来看一下 过河一桥呢,是安徽第一座大跨境的石拱桥 1958年由交通部公路设计院组织勘察设计 1959年7月动工,1960年底竣工通车 过河大桥是桥梁建筑所上的一大结构 它的结构造型呢,大部分采取的是传统的技术工艺 用了花岗岩的石块铸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河一桥 它的主桥孔跨境是50米 是全城通类拱桥之冠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大桥还是挺漂亮的,挺壮观的 这下面呢,就是过河 我们看到前面过河是转了一个玩,还是玩的 过河一桥承载了60到90年代 淮南至淮北,公路至北洋公路运输的极其重要和无法替代的作用 2019年10月,淮远县郭河一桥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呢,属于近现代重要的实际,及代表性的建筑 经过专家学者考察论证 我们一致认为过河一桥具有很高的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 谢谢